请问,为氏就是为心吗? 不 为氏论虽以精神为主,但不否定物质,也不否定客观的现象 如要否定,那就一空到底,连氏也无从可为了 其实若讲哲学上的为心论,除了为物论,几乎多可纳入为心论的范畴 比如培根·洛克算是主观的为心论,黑格尔算是客观的为心论 康德算是意志的为心论,詹姆士算是经验的为心论 伯格森算是直觉的为心论,罗素算是存疑的为心论 这一为心论的分类方法鉴于太虚大师法相为时学概论 总之不论是哪一种的为心论,总要立出一个标本 作为他们立论的基础,有了一个标本的偶像,就难免不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存疑的为心论是比较开明的,但他们不能指出一个究竟的归路 仍不免令人有彷徨之感 至于佛教的为时论呢 虽讲三界为时,三界之内的万事万物均由八世所变 一切的物相、器杰均是八世的相分、现形 但是并不否定自我而外的一切众生 三世为时,是说三界之内的一切现象是由三界的众生各自的八世共同所变 也就是三界众生的共业所变 这里所称的八世,不仅是指的当下的心事 而是包括了无始以来的业力所熏的心事 由于夜世的现形变成了八世的相分 成了三界的现象,成了我们所处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物质是由同界所有众生的八世所变 众生的互相为源 也是由于同界众生的八世互变 为时论的宇宙观成为赖耶元旗 赖耶世是第八世的梵文音译 意思是藏室,能够含藏一切业种 当业种,现形而感得的果报便是为时变现 这是从本体上着眼的 若从现象上着眼,便可称为业感源旗 因为八世所变的果报 这些现象实在是由于各自所造的业力而来 如果从方法上着眼 不管是赖耶元旗也好,业感源旗也好 都不出乎原生的原则 唯有众缘合合,才有现象成立的可能 所以,佛教的基本原则是原生论 佛教的最终目的是一个空字 因为不用标立任何形而上的偶像 所以不会落入一片概全的泥招 因为由原生而归结于性空 我故空了,法也空了 所以不会令人有彷徨莫措之感 一般的哲学家,我字都空不了 法字当然更加无从空起了 如果他们一旦真的把他们自我直取的标本空去了 那他们便会失去自己的立足之地 而成为无一的游魂 所以,佛教的唯士论 绝不是哲学上的唯心论能够相逆相比的